上帝的話語 在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節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五到十七節 好 那我們一起開口 同聲一起來 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復 復就另外 賜給你們一位王貴師 照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生命的聖靈 才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裡面 願神 幫助我們 常常思想 並遵循祂的話語 成為我們腳踐的燈 路上的光